翻例2-2 翻例2-2 我看一下 翻例1我應該是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加完了 翻例2-1 翻例2-1 翻例2-1是不是要26頁 520 5嘛 49加完了 你聽我在講的過程裡面 翻例2-1就加完了 翻例2-2呢 我現在是什麼 這裡幾度 這裡幾度 30 我這個物體重多少 200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斜面上的一個問題 一個物體 然後呢 我現在是重量是200公分 我的斜角是30度 我今天想要把它分解成兩個方向 一個是連著斜面 一個是垂直斜面 我講過 我們最好的方式就先畫圖 對吧 那我也講過說 你最好跟我的模式怎麼樣 一樣 一樣 我會先畫垂直還是圓 垂直斜面還是圓斜面 垂直 所以眼睛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垂直斜面 我們就用 好 我假設用紅色的畫 好 畫到這裡差不多了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 畫完之後 你要給它名字 你要給它名字 你的名字叫做 W的 X還是Y 你有這個座標總在這裡 所以這裡叫WY 對不對 那黃色的名字就叫做 W1 X 到這裡OK嗎 OK 好了 WY到底等於多少呢 WY 你這裡是不是200 這裡30度 我的人格告訴你說這幾度 30度 我剛剛講我的人格 為什麼我要人格 因為我第一次有證明給你聽 對吧 這一個角度如果30度 這裡保證在哪 30度 這裡如果50度 這裡保證在哪 50度 這裡70度 這裡保證 70度 聽我沒有 好 好 好 來 如果這樣WY WY是30度的0邊還是對邊 30度在這裡 對邊就是衝過來 那個叫對邊 可以嗎 隔壁左右 隔壁的叫做什麼 0邊 那WY是0邊還是對邊 0邊 好 所以叫W6 可算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好 W多少 200 200 可算幾度 30度 對 聽到幾萬 可算30度就等於什麼 60 60度 60度 60度也有騙 還有90度了 聽到嗎 好 所以就這200 乘以2分之跟號3 就等於100跟號3 寫單位畫方向 30度 你如果要補底完美 那麼在這裡再加一個什麼 5號 在這裡再加一個什麼 5號 在這裡加一個什麼 5號 如果你沒有加5號 我都算你會 因為你最後有告訴我 他的方向 你要不要加5號 對我來講不可以 影響 因為你很清楚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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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不是我的學生 因為他不是我的學生 我一定要標注 因為你往上是正 但是往下當然就是什麼 複反 可以 好嗎 那wx呢 s是c達到什麼邊 對邊 對邊是sine還是什麼sine sine 所以他 我們直接寫了 我們有程度的 w來的 兩排 sine30度 八月水 可以嗎 那就怎樣 寫單位畫方向 準選手告訴我們說要這樣畫 對不對 對不對 可以 可以嗎 要講嗎 精彩啦 不敢是完美 不敢 沒關係 就聽到嗎 舉手 好 手放下 範例叫做ex 內型 2-3 2-3他怎麼講 我現在有一個力量 在我這個平面上 這裡有一個物體 對不對 那這個物體呢 它作用在A點 A點 A點現在有一個力量 由哪邊往哪邊 左上到右下 對不對 可以嗎 F等於多少 F等於多少 比較快 500 500之牛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告訴你是協力 協力水平是幾 對吧 他有告訴你水平跟垂直嗎 水平幾 我講水平你聽得懂嗎 水平線你聽得懂嗎 水平線是多少 是垂直線啊 3 所以我應該這樣畫 這是4 這是什麼 3 他是要把它分解成一個沿著平面 一個垂直平面的力量 因為我如果想要算它的運動的速度 我運動的速度 或是運動的加速度 是跟水平方向有關係嗎 我這樣推它並不會跑到地底下去 我這樣講你聽懂嗎 所以真正能讓這個物體運動的力量 是水平的推力 水質的推力是哪種必用的東西 了解吧 所以我應該把它分解成兩個方向 一個叫做水質的 一個叫做水平的 那如果它是這樣畫 我會先這樣做 我先這樣做 可以嗎 那我畫完之後 我要給它什麼 沒有人跟我講話嗎 我畫完圖之後 我第一個動作就能寫什麼 名字呢 我一定給名字了 對不對 好 這個名字是什麼 M Y S 謝謝 這個名字是什麼 M Y S 好 緊張緊張 那你如果要把麵棚開始拿去 5 3是怎樣 5 5兩麵棚多少錢 1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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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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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3顆 3顆 1顆 3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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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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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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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個斜面 那這個斜面 然後上面放一個物體 這個蝸蝸 這個蝸蝸本來有重量 像 像 上一次我告訴你角度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不要告訴你角度了 我現在要告訴你方向 如果水平4 垂子是什麼 3 可以嗎 那當然我也可以 不要用4跟3 我可以用A跟B 可以嗎 可以嗎?你喜歡用4跟3還是A跟B? 我都會教 你覺得你比較喜歡什麼? 4跟3 4跟3 看起來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好吧 那就4跟3 當然數字變一下也可以喔 那我怎麼分解? 我講過 只要是斜面的物體 一個是沿著斜面 一個是這種? 垂直斜面 對不對? 那垂直斜面我改成藍色的 沿著斜面我改成綠色的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在這邊分解的時候 我就可以配它的原色了 瞭解嗎? 好 來 同學請看 我說過這個題目 我會先畫垂直斜面還是這些? 垂直斜面 那名字還挺不錯 垂直斜面是這樣畫 這樣畫 這樣畫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小朋友可以 可以 我說不夠等 不行嗎? 不夠等 不行嗎? 這樣就不夠等了 聽有嗎? 那你會怎樣? 比較長的 可以嗎? 再來 題字 可以嗎? 可以嗎? 記名字 如果這是w 這個呢? w就是w 再來 這個呢? wx 有問題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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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我怎麼說啊? 注意看喔 注意看喔 我如果想要把它分解成 它跟它 你在這一條直線的地方 畫一個小的三角形 它平行 它平行它 它平行它 但是你這步驟 有聽懂 請舉手 手方向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注意看喔 你注意看喔 我看這個腳 我看這個腳 我再用不同的顏色 這個腳會跟誰一樣? 跟這個一樣 有喔 有 這兩個人不一樣的角度 我考慮你 這個考慮你 聽不到 這個角度跟誰一樣? 人格保證跟它一樣 有 我說如果這三十度 就是保證三十度嗎? 因為這兩個字被連腳 對不對? 確定喔 那如果你這一個角度知道 我跟你保證這個是怎麼樣? 一樣 跟它一樣 所以 我黑板上畫四個腳 這四個腳的大小都怎麼樣? 一樣 那這一個腳對的是誰啊? 三喔 所以這個腳對的是誰啊? 三 謝謝 可以嗎? 那這隻指甲 指甲對的一定是五 那另外一邊一定是誰? 四 不會嗎? 有話說 好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對 那我如果想要算WX10怎麼辦? 那我如果想要算WX10怎麼辦? 不是說五嗎? 對 對吧 五個變單叫W元嘛 對 那水平要幾個? 三個 那你覺得WX10 那你覺得WX10 WX10 對嗎? 對 對不對? 那WY呢? 所以是幾個? 所以WX10 可以嗎? 這個題目證物我就不要再講了 因為跟那個三十度那個是怎樣? 一樣的 OK嗎? 聽嗎? 那你如果沒有話說 你如果沒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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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我介紹 我給我介紹 這一個假設叫做A 這一個假設叫做B 這樣總可以吧 可以 那斜邊就叫做C C的平方應該怎麼 A的平方加哪 B 這是B定 這是B藍的 那這一個會是誰? B B 很好 那這一個會是誰? A A 這一個會是誰? C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不卡丟符號 那這裡應該是C A A A 可以嗎? 那這一個就是怎樣? C 對吧? 那如果你約定正負 這裡是負等 這一點也是什麼? 負等 有聽懂嗎? 請起手 好 手放下 我們再看一個題目 看 我換九素 我換九素 你算是你算是我可以算是你分手 來 來來, 這邊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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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我正在你聽到 不通 我也不會聽到 來 我現在這個鞋面多少 這個鞋面多少 有 放立二字幾個 二字四 二字四 放立二字四 你幾頁? 三十 三十對不對 好 我現在這個鞋面是水平幾? 十二 垂直呢? 五 五十二鞋面一定多少? 十三 會加一點 好,來,同學 你現在放一個冬茶,對不對? 冬茶來一塊一個人 你的重量多少? 兩百六十隻牛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那我現在是要分解成水平在什麼? 垂直 謝謝 兩件當操鞋 沿著鞋面可以這樣? 垂直鞋面 對吧? 這個叫做X軸 這個叫做什麼? Y軸 可以嗎? 可以 那我現在畫什麼軸? 垂直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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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我不是同性戀 不然我就喜歡上一個 還好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 我配色可以有多漂亮 你覺得我丟得中嗎? 太漂亮 反應夠快 不錯 給名字啦 這個叫做X軸 這個叫做X軸 可以接受嗎? 那你要分解的時候 我還是給你良心的建議 因為像我們這種程度 我可以直接看得出來 那你們剛出學者 我良心的建議還是可以 請你畫跟他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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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聽好嗎? 這次的鋼 這次的鋼 怎樣? 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裡就會是5 這裡會是什麼? 12 斜面另外的 13 來同學 13個便當多少 2個 1個 20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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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個 12個 1個 20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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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負 對不對 因為正能往下 牛頓下 這個方向 等一下我再講這個方向 等一下我再講這個方向 好 那在WX呢 又不一樣 2 所以260去成這樣 13分之這樣 5 就可以拿 100 一樣是負的 對吧? 那負的這個方向比較簡單 因為它就跟斜面怎麼樣? 一樣 如果跟斜面一樣 你就直接朝這裡來 12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可是這個是垂直斜面 垂直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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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另外這條直線就是L2 如果跟你說L1垂直 L2 對吧? 它跟你講什麼? 兩條直線的垂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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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不要管我對不對? 這一條斜面 這是原來的斜面 我畫125 我問你這條直線的斜力 M1 我畫125 我畫125 斜力半條5跟12相底 對不對? 不對 這條直線 這條我畫你垂直 我畫你垂直嗎 我畫你垂直嗎? 我畫你垂直嗎? 我畫一畫一畫 結果數學才有過的原因 欸 褲多少啦 褲 褲多少 五分之十二 對吧 對吧 OK嗎 我給他嘗嘗看 十二分之五 褲的五分之十二 欸 相承告什麼 褲一耶 M1X2 一定給他褲一耶 對吧 可以嗎 所以以後 你想想看 如果這一個是A 這一個是B的話 我把C去死了欸 我這一個是不是跟你垂直 跟你垂直 對不對 對吧 那對的時候 你的方程是糾便成什麼 對 你的方程是 十二 十三 兩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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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垂直怎麼做 把X跟Y的數字 對調一下就好了 本來你的水平如果是12 垂直如果是5 我跟你垂直就變成垂直變成12 水平變成5 你只有把X跟Y兩個怎麼樣? 對兩個就對了 得了嗎? 力學 真簡單好嗎? 好簡單很奇怪 力學真簡單 好下課